好了 我今天正好要去 这个老别墅前面的 新公寓去考察一下 就当顺路了 真的 真的 那行 那你来开吧 哎呀 我这个技术 你也知道 要是上路的话 肯定被路了骂死 好 哎哎哎 等等 可是我恐怕不行 你 要不 我给风 车道电话让他来 哎呀 你就别跟我闹了 你 你不会是不会开车吧 谁不会开车了 你下来我开 哎 算了算了 我来开吧 不会开车就说呗 又不是什么东西 那你慢点 出发了 我去 王阿姨 这边 博儿 等了好半天了吧 没有 我也刚到不久 这是王阿姨 王阿姨 你好 你好 女生 我是打算给小雅 买套房子 可我哪儿买得起 这里的房子 没事 随便看看 看看又不要钱 没事了 王阿姨 正好里面有一套 别墅空着呢 我带你们看看 好 走 走 慢点 慢点 不着急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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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洞了 红洞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差点闯洞了 你十一轮延 车都不会开了 要不 要不 要不你自己打车吧 我自己慢慢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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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看着你 不要踏实 你就慢慢开 不着急 大不了我们就迟到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着我又是没有 你又不会开车 谁说我不会开车了 你会开车你开啊 我 我 我就是不想开我 你就是不会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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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干吗 我开呢 行 你会不会开车呀 你变凳子都不打转向 你脑子有病吗 你 我 我以为你只是 不会开车 我没想到开车 对不起 我告诉你会开车 我就是不爱开车 懂吗 你小心点 又怎么了这是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没到路口呢 他转向也不打灯 中国呀 这交通就是 被他们弄乱的 遇到我的车还好 万一遇到一个救护车 怎么办 车都开不出去 病人还抢救呢 教科 你说你是不是有 有路怒症啊 这路人这么骂骂咧咧的 你就是有路怒症 要不就是心里有欺骗 就你这么开 什么时候能到啊 到了人家也早就散了 去吧 走吧 你就别跟着我了 你忙你的去吧 人家都吃我好几次了 我走了啊 快快快 喂 芳儿 你赶紧过来接我 经理 这都三点了 知道了 人来了 快快快 来了 来了来了 快点 快 快快 走 我的妻 你可算来了 这都几点了呀 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等您两个小时 你也太不省时了 小姐 不好意思 好 我 没什么 我是刚找了一大串 没找到 行了 行了 你赶紧换衣服吧 现在这的衣服 我们要五点之前送回去 你要抓紧点 这个 这个 可以帮我换一件吗 好 好 我这边 快打一件 好 往下 往拉一点 我这衣服是 就是 有服务是这么漏的吗 这个 没有不漏的 那 那我就只能穿这个了 对呀 姜太太 衣服是您一早之前 就确认好的 而且上次拍摄 就是穿的这件 怎么今天突然又不行了呢 我们现在一时半会儿 也给您弄不到 其他衣服了 您看我们这么多人 都等那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 不是 那 那 那行吧 给您 谢谢 唉 怎么不断呀 姐姐身上没有这个伤疤 这么出去肯定得露相 哎呀 我的天哪 你可换出来了 哎 你这什么 怎么造型啊 披肩是哪儿来的 那个 我今天有点着凉了 有点冷 我就在柜子里 找了个披肩披上了 但是这样你会抢了 我们手势的风头啊 今天我们主打的是手势啊 那 这样啊 早知道她着凉了 要是她的身体 不舒服的话 估计今天的拍摄 也很不顺畅 那好吧 好吧 嗯 那就换件素色的 我只能妥协到这个地方了 嗯 谢谢 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改行 做你的经纪人 我觉得你还是当董事长 有潜力 别别别 大家别拍 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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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干嘛 谢谢 进去换皮肩吧 我这是rappy的 来应苏 笑一笑 转转身 哎 视线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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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衣服稍微啊 稍微 呃 虽 松重见 那 不好意思 杨素 你今天怎么不再状态啊 你以前可都是很放松的 拍照对你来说 那是太容易啊 不如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情绪再来吧 来 不好意思啊 很快就回来啊 不好意思 各位 什么效果 什么效果 你也真是的 白带你去看秀了 在会场学的那些 装作业的劲儿去哪儿了 我就不是干这块料 一看那个镜头 我就肚子疼向上厕所 看看 叫你妈 不是 不认识 我肚子疼快带我去厕所吧 去厕所 王阿姨 你们在这儿啊 我这一转眼的功夫 不见人了 怎么了 刚刚看到一个认识的人 一转眼就不见了 谁啊 阿姨 谢谢 给你 她明明就是小致 是不是 我也觉得想 小致是谁啊 没谁 一个朋友 博二 再带我们四处转转吧 好 这边 好 这个怎么不办呀 房屋院长怎么会来呢 肯定是那个陈女生 肯定是她还怀疑我 不行 不行 我要让陈女生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她肯定就知道我是火质了 好 怎么办 音速 你怎么样了 我 我没事啊 那个就是有点紧张 你 你要帮我买杯咖啡吧 没问题 我这就去 你在里面稍微平复一下情绪 别着急 这就拍广告啊 我们去看看 不会影响他们吧 怎么会呢 特别要是不高兴的话 我就把他们都红住了 别忘了 这是我的房子 来了 主顾们 东子都好 来来来来 这不是火枝吗 我 我 王阿姨 来 先等等 现在还不能确认 来 就这儿啊 好 准备 来 来 开始 好 漂亮 开始 好 报告姿势 虽然长得很像 但我觉得这不是货枝 我从来没看见过她这个样子 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太忙了 太忙了 也许是呢 来 带她 等一等一等 人总是会变的 好 快吃 好 再走 再上车 好 这个人不是货枝 货枝背后有个大长疤 萧雅当时还提货枝 去整形院咨询过 医生都说没办法解决 这个人 不是货枝 博二 哥 你怎么过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我自己的房子 我看着哪儿不行啊 江总 不干博的事 是我王阿姨 想买这区的房子 所以带她来看看 但是这样 好 你看看朋友要买房子 应该多找几个楼盘 让他们参考嘛 对吧 这样 阿姨 您留一个 我的联系方式 我也留一个您的 到时候我让秘书 找到楼盘的信息发给你 如果您看得好的话 我给您打车 那太谢谢您了 我哥是江市集团董事长 打个折都要是小案子 好 很礼貌 好 这是我的名片 谢谢 姐 怎么办呀 我这儿出了转狂 您看她帮帮我 可以了吗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嘞 辛苦了啊 不错啊 不错 您是幼儿园的园长 对 王阿姨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行 你们先坐 走了啊 拜拜 哥 拜拜 谁呀 还能有谁啊 我 我跟你说啊 我就猜就是这个 陈寗生倒的鬼 我刚拍照的时候 就看她跟王远长 一直在那儿嘀嘀咕咕的 还好聪明 我就故意给她露背卡 怎么算是混动过去 吓死我了 幸苦你来的及时 我就猜你肯定有麻烦 所以一早就在这儿转悠 没想到你真有问题 那 那他们没有发现 什么不对劲吧 应该没有吧 我刚拍的时候 故意表现得生涩了一点 而且拍完 立马就进来了 没给任何人 接触我的机会 这次总算是糊弄过去了 那就好 对不起啊 姐 我又差点给你这个麻烦 你也别这么说 姐 谢谢你 都是为了我跟孩子 不过陈寗生啊 你一定得想个办法 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放心吧 不过陈寗生 我也不想 来啦 班长 你去哪儿了 也不跟我说 害得我到处找你 我穿那双衣服不太舒服 我就把它换下来 好 好 先走了 咖啡 谢谢 以前还以为情因素 只是不把我们这些人 放在这边 现在看来 连老公都不当回事 就是 迟到耍大牌 还嫌衣服太暴露 不肯穿 他之前拍的 可比这指度大多了 就是 装什么青春啊 他怎么能那么说情因素 我得给他说清楚 说什么 我跟他说 我没有无故迟到 更能用甩大牌 去 那个衣服 我是有苦衷 算了 不跟这种人一盘见识了 可咱们不能这么 不负责地说几 慢点啊 说我 怎么了 他们惹到你了是吧 你干吗去 打他 行 这事就能这么算了吗 算了 算了 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